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球面距离的意义 概念一 球面的定义 观察了这么多种球后 我们要明确定义何谓球面 球面的定义 空间中与一定点O等距离R的所有点 所形成的图形称为球面 其中O称为球心 R称为球半径 概念二 球面与平面的关系 若一平面E割过球面S 那么平面在球面上的结痕 会是什么图形呢? 从球心O作为垂直平面E的线段 交平面E与点A 对于结痕上任意一点Q 由B字定理可知 QA线段等于根号OQ线段的平方 减OA线段的平方 等于根号R平方减OA线段的平方 因为球半径R和OA线段 皆为定值 所以QA线段为定值 既然结痕上任意一点Q到点A的距离皆相同 根据圆的定义 我们可以知道结痕是以A为圆心 半径长等于根号R平方减OA线段平方的圆 谈论完平面在球面割出的结痕后 思考一下球面和平面的相交情形 可以分为哪几种呢? 空间中球面S与平面E的关系有三种 1.球面S与平面E不相交 2.球面S与平面E交于1点 交点是球星O在平面E上的投音点 3.球面S与平面E交于1圆 其圆心是球星O在平面E上的投音点 概念3.大圆和小圆的意义 上一个概念提到平面在球面上的结痕是圆 而我们将其分为大圆和小圆两类 若平面通过球星 其结痕称为大圆 是平面在球面上结出的圆当中半径最大的 其半径等于球的半径 若平面未通过球星 其结痕称为小圆 空间中相亦四平面 分别与球面交于 圆H 圆I 圆J 及圆K 请问何者为大圆 何者为小圆 答案为 圆H 和圆I 为大圆 圆J 和圆K 为小圆 点C 和点D 分别为球面上相依两点 若要沿着球面从点C走到点D 何种路径距离最短呢? 直觉上来说走波浪行弯弯曲曲的路会比走圆弧来的更长 因此最短距离我们姑且相信是圆弧状 但是通过点C和点D的圆弧有无限多条 究竟哪一条才是最短的呢? 将所有的圆弧拉回同一平面来观察 点C和点D因为是定点 所以这两点的相对位置不变 接着来看过这两点的圆 会发现越大的圆通过这两点的列弧长度越短 在球面上的圆当中 大圆是最大的 因此球面上点C和点D的最短路径 就是通过CD两点的大圆 在这两点间的列弧长 我们把这一段长称为CD两点的球面距离 以上仅以直观的方式说明球面上点C和点D的最短路径 就是通过CD两点的大圆 在这两点间的列弧长 至于最严谨的证明方式 已经超出高中探讨范围 必须在大学的微分几何学才会详细探讨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研究 球面的定义 空间中与一定点O等距离R的所有点 所形成的图形称为球面 其中O称为球星 R称为球半径 如一平面割过球面 平面在球面上的结痕是一个圆 空间中球面与平面的关系有三种 1.球面与平面不相交 2.球面与平面交于一点 交点是球星在平面上的投影点 3.球面与平面交于一圆 其圆星是球星在平面上的投影点 若平面通过球星 其结痕称为大圆 若平面未通过球星 其结痕称为小圆 球面上相依两点的球面距离 是通过两点的大圆 在这两点间的列弧长 同学们还有看过什么东西的表面 是球面或者类似球面呢 请在下方留言分享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